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Luna 你可以叫我阿比丘 希望滞养您的心灵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 有谁想要找你说话 你的桃花怎么样 有什么疯狂的人想要接近你 还是有什么疯狂的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四个号码 18号 3号 1号 4号 你们也可以选择一叠牌卡 这里可以用左手感应一下 这里有四叠 神域牌卡可以给你们选 那我给你们一点时间去选 你们选好你们的号码或牌卡了吗 如果你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当然你们可以按下暂停 不然我会先看一下选择18号的朋友们 选择18号的朋友们 有谁想要跟你说话呢 看一下 哦 这个金星可以代表跟爱情真的有关 OK 这个人很想要跟你谈恋爱 然后很欣赏你不管是你的品位啊 还是就是你的外貌 还是就是看上你就是觉得你很吸引他 然后巨蜘蛇座 可能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同理心啊 然后他也是有一种直觉就是想要保护你啊 然后对你是有一种非常贴近 应该讲说很很想要照顾你 很关心你的某一个人 然后是想要跟你在将来如果可以的话 是想要结婚定下来的某一个人 然后六宫可以代表这个人可能是你工作认识的 或者就是跟健康 可能跟健康你跟他聊一些健 这种身体健康的这种健身 也不一定代表健身啊 就是饮食习惯这种 所以他这个人做事情就是有一定的每天的习惯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他要照着这个日常的这种习惯进行 他才能顺利的把这一天过完 他是一个很爱家的人 爱家喜欢待在家里面 然后做事情中规中矩的某一个人 射手座可以代表这是他的另外一面 也是代表就是如果他真的有出去玩 还是跟人家出去社交 他也是一个蛮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烦恼 有一种无忧无虑的一个人 外外外外外外看起来就是在表面看起来 他好像无忧无虑啊 然后很活泼啊 很积极啊 很独立 他在这方面在爱情上面 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 非常正能量 然后也是个蛮幸运的一个人 很喜欢冒险 很喜欢旅游的某一个人 处女座跟六宫差不多一样的 在这个方面是蛮一样的 是他做事情中规中矩 追求完美 然后就是做事情有步骤的 不然他的这件事情是没办法进行的 然后他心思是蛮纯的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当他的需求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点小紧张 所以他是那种做事情要不能被打乱的那种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谁真的很想跟你说话呢 一个男的 当然男女不分啊 可是有个男子拍卡在这边 因为男的可以代表就是想要跟你讲话的人 或者就是你自己 他觉得他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结束了 他也想要正面 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他的新的生活 所以他是蛮正面的一个人 他觉得就是他在倾听他自己的直觉 去判断就是他生活当中需要做的下一个阶段 跟下一个步骤 然后他也有他浪漫的一面 也有他感性的一面 在感情上面 他是一个非常极度浪漫的一个人 然后他想要真的定下来的一个人 想要成家立业的一个人 想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的一个人 他可能是30岁左右或30岁以下的某一个人 或者年龄不分 因为这是大众占卜给你们一个概念 可是要么就是30岁以下左右 要么就是很喜欢运动的某一个人 他有自己的车子 有一些要么就是很喜欢运动 要么就是有自己的车 公园的牌卡可以代表他常常都会去一些社交活动 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社交 因为社交或者去一个场合在那边交流 可以有一个转变 所以他的生活 他总觉得 因为他喜欢做事情中规中矩 可是他喜欢社交的原因是 因为可以透过别人的身上 可以打破他这种中规中矩的生活 所以他有他的两面 他在家里面是非常传统的 可是如果他出去的话 他会比较乐观 然后比较冒险 所以他其实是有两面的 那是因为他觉得 就是别人可以给他这种刺激感 别人可以给他这些灵感 然后他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他是自己一个人的话 他可能没有这个勇气去做很多不一样的尝试 可是如果跟其他人接触的话 可能跟你接触的话 你会带给他一些很另类的一种 新鲜感跟憧憬 去尝试一些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整体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智能量 非常懂得付出给予的一个人 他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城镇的人 又或者他喜欢旅行的某一个人 有谁很想要跟你说话呢 我们看一下 他不喜欢跟人家吵架 或者被卷入一些纷争 如果他真的被卷入一些纷争的话 他会想要就是赶快远离这个场合 或者这个社交活动 或者这个社交场地 他不喜欢这种人际关系 就是很多的那种纷纷扰扰这种 然后他也是那种看不惯 就是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他希望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就是聊 可是如果不能说开的话 那我会选择离开 他比较重视就是 他目前为止的这个生活阶段 是想要定下来想要结婚的 他向往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有另外一半有小孩那种 然后这个家是很温暖的 是很多爱的 他对于就是亲人的爱是非常看重的 跟爱情的那种 可是那种爱情是可以在未来 变成你的另外一半结婚的那种 所以他很向往就是有一个温暖的家 幸福的家庭 如果有一个人就是有比较强硬的态度 或者就是不礼貌 不尊重他的态度的话 他会有很强烈的防备心 就是觉得就是 我虽然是很很随和的一个人 可是我随和是对某些人 不是对每一个人的 如果你是来找麻烦的话 那我会想要离开 就是跟你的交流 他会选择退步 然后你会发现到 你跟他会产生一种距离感 你会觉得就是 他是不是对我有防备的心 他之所以是这种想法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 喜欢吵架的人往往就是要么就是太过依附于别人 要么就是经济不稳定 你事业不稳定或者生意不稳定 所以喜欢跟人家有一种争吵的话 他会觉得就是这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所以他会赶快想要摆脱跟 不要让这些人接近他来束缚他 完成这些事情 可能是在感情 可是我更多的是看到他的事业 所以导致这个团队不能进行 或者这个合作不能进行 所以他觉得就是很不公平 所以他不喜欢就是 他看起来好像就是很随和 很喜欢社交什么的 因为社交可以给他一些灵感 然后让他就是想要去冒险 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如果他发现到 这个人有点怪怪的 他觉得怪怪的 他会觉得有事没事一直挑拨离间 或者就是起一些争执 他会很快的有一种防备性 因为他曾经经历过 而这个人曾经就是很 经济也非常的不稳定 可能也害到他经历一些损失 金钱的损失 所以他对这一块 其实是防备性很强的 可是如果你是在讲说 可是他对你是不一样 他对你呢 因为我们在问他的个性是什么样子 他对你就是 就是很喜欢你 想要追求你 想要跟你聊天 想要跟你讲话 想要跟你可能组织一个新的家庭 这里讲说他们非常讨厌这种 喜欢起争执的人 或者想要利用他的人 所以他觉得就是不要跟这些人交流会比较好一点 可是他跟这些人很有可能有一些前世的因果关系啦 这些人好像是跟他的事业有关的 然后非常肤浅 他身边有很多肤浅的人啊 可是他会适当的保持距离 可是他觉得你很聪明 你有办法去识别就是这些虚伪的人 他觉得你有办法去识别他 可能就是他在看你的社交媒体 你发了什么文章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让他觉得就是他好像蛮会观察人的 就是在讲你蛮会观察人的 他总觉得第一次跟你碰面的时候 好像觉得他好像已经认识你很久了 然后也觉得你很神秘 然后他想要就是进一步的了解你探索更多 你很漂亮或者你的外貌让他觉得很有吸引力 然后他有时候看到你又忘了扎他的眼睛啦 他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人 可是他又很想要保护你 他知道你不需要别人保护 可是他有一种保护的欲望 这里我看到就是巨蟹说也是有在讲这一点啦 他讲说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话 我愿意在我经济上面努力工作 然后给我们未来建立起很好的一个将来 他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他讲说他很爱你 这个人是真的很爱念你或者很喜欢你 或者你已经认识的人 他觉得就是跟你之间的关系是真爱的感觉 他也很喜欢就是跟你聊一些非常深入的话题 因为你可以打开他的想法 他很喜欢人去去刺激他的这种想象力 跟他的想法的一个人 你们两个非常的不一样 可是他跟你之间有很强烈的联系一个连结 他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呢 你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人 如果他不是你前任的话 这里讲说他之前有碰到你 他还是想要跟你有进步的交流 希望就是你会跟他有进步的发展 然后如果是你前任的话 他想要复合 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他已经喜欢你很久很久的时间了 所以这里可以代表他要么暗恋你 要么就是你的前任 暗恋你很久已经认识你的人了 可是你可能不太喜欢他 他非常爱你 可是他觉得你对他好像没有很深的爱 所以也因此就是他一直想要透过其他的一些 一些可能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人事物上面 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因为总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他 可是他对你的感情是非常有很深的 他觉得跟你有很深的联系跟连结的 只是最近他可能打听到关于你的消息 或者别人在说你 所以他又想起这种 又有这种感触跟这种想法 他很害怕就是接近别人听到关于你的消息 因为这会激起他心中的这种感受 他觉得你非常辣 或者外貌是他喜欢的类型 他讲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可是他真的很想要联络你 因为他怕你拒绝他 所以他还是有一点瘦啦 OK就不敢那么的 那么的直接联络你这样 有点小害怕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爱我拍卡 有什么信息想要告诉你 我这个爱我拍卡现在有一个大简价 如果你们想要帮忙我就是去清货的话 你可以就是在下面的说明框框里面 让你或者他就是可能有时候不会那么的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感受 想起你真正的自己是谁 可能一些社会的一些影响啊 其他的座位的人事物影响啊 让你或者想要跟你聊天这个人 已经忘记了真正的自己到底是谁 释放心中的内疚感 很有可能啊 你们少部分的你们或一部分的你们可能拒绝过他 可能拒绝过他 所以导致有这种原谅自己 因为有这种内疚感 对不起对方 如果这个是你的前任的话 这里讲说你的前任可能是他要求分锁的 所以他那时候觉得很内疚 然后他需要去原谅自己才能联络你 如果是你拒绝他的话 你跟他分锁的话 可能这是你心中的感受了 平衡你的生活 他讲说就是他在近期需要平衡一下他的生活 才能回来联络你 好 现在这个账卜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咯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选择3号的朋友们 选择3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 有谁真的很想跟你说话 是个疯狂的人吗 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对象 我们看一下就是在你感情当中 有谁真的很想联系你 事工 事工可以代表就是想要定下来 想要结婚的某一个人 事工也可以代表就是家人 这里讲说水星 你们有一部分的人 这个人很有可能在打听关于你的家庭背景 你的家人可能跟你的家人聊天 或者你是透过家人介绍认识到这个人 或者你家人提到你 因为很想你赶快认识另外一半 所以一直聊到你可能就是要开阔你的桃花也说不定 给牡羊座可以代表就是要么是你家人非常积极的在谈论你 要么就是这个人很积极的相信办法 想要打听就是你的消息 或者打听可以如何接近你的家人 或者他原本就认识你的家人 会比较具有行动力一点 他的沟通方式是非常直来直往的 然后先做了再说的那种人 他不会想很多 先做了再想 他是一个喜欢你的话会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明显 狮子座代表就是他可能就是很明显 你会知道他喜欢你 给近期会有一个这样的人 他真的很想跟你讲话 他非常的善于表达他自己 然后也可以代表他很喜欢轻松的氛围 娱乐的氛围 有幽默感 可是由于就是我们这里 我们看到牡羊座跟狮子座 这两个星座都是火象星座 这里有摩羯座 给这里呢 这两个星座都是火象星座 代表就是他很热情 很有冲劲 你不会忽视他 他会很明显的 我是感觉到很明显 然后他也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 当然就是他的事业很稳定 要么就是他是一个主管 要么就是有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工作 要么就是呢 他是一个老板的人物 因为我们这里有摩羯座跟牡羊座 在我们十二星座里面呢 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他们很有可能是老板及人物呢 是牡羊座跟摩羯座 我这两个星座又出现在这里 如果你们的上升太阳月亮 有摩羯座跟牡羊座 你们好像是适合当老板的人 可是如果有两张牌卡 又加上狮子座又很爱炫耀 很喜欢秀 很喜欢秀他自己的生活 他的态度 跟他的这种 有时候有一点夸张啦 有点夸大 有点浮夸 看看个性啦 如果他是一个老板 可能他没有这么的浮夸 可能要缩联一点 可是他基本上在 喜欢你这一点还蛮明显的 他有他很严肃的这一面 也有一个他很冲动的那一面 然后他也是 一个很有纪律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事业其实是蛮不错的 可是这里讲说他在沟通 就是如何接近你咯 我是看到这个人蛮 蛮明显就是想要跟你聊的 百合的牌卡代表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30岁以上 或者可以代表他非常的成熟 要么就是他的经验 在事业上面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城镇的一个人 可能是先当朋友 没有后来才进一步的认识你 要么就是你是透过 他是透过朋友介绍 而想要透过朋友的方法 来认识你 你会有一点一头雾水 我们不是朋友吗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刚开始的接触 你跟我是朋友吗 他刚开始接近你的时候 会有一点模拟两可 是因为他不要吓到你 可是你会发现到越来越明显 就是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当他聊起 想要了解你的家庭背景 你的父母的时候 非常的明显 他想要延缓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信息 他想要延缓他的这个 这个延缓他的 怎么讲年龄的 可能延缓他的那种作文 或者看起来很老 他想要年轻化自己 他是一个 他有他自己一贯的 一个浪漫的方式 对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文化 跟浪漫的方式 他会先看一下 就是你们之间的友谊 兼不兼顾 然后再想要跟你聊 就是跟你谈恋爱 所以这个人很有可能是 你的朋友 刚开始近期想要联络你这个人 是想要先跟你当朋友的 你不知道他刚开始是喜欢你 可是后来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你就会很明显知道 他其实觉得就是 我们先当一段时间的朋友 我们才有进一步的发展比较好 刚开始你不知道 他其实在远远的观察你 然后他是在一群人当中 在静静悄悄的在注视着你 你不知道他想要跟你 进一步的聊天什么的 可是他没有这么的明显 看一下就是塔罗拍卡 他曾经在感情当中遭受到 非常的 非常严重的背叛 非常严重的背叛 他觉得就是那个女的 可能是女的啦 OK我们这里不分性别 可是因为他是权战王后的逆位 所以要讲女 可是我们大宗担谱 不分性别 你们自己参考 好这里呢 我们是看到就是这个女的 她们也是乱发脾气 然后可能就是控制于 控制于很强 然后很喜欢操纵他 然后很幼稚 最后也就是背叛他 可能是因为 可能有小王还是小三 就是他以前的感情 圣被六代表他以前的感情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所以他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人想要背叛他 他以前是真的很想要 跟他结婚定下来的 可是这个人 他要么就是 害到他的经济不稳定 就是他的钱 让害到他的经济不稳定 要么就是离婚过 还有就是可能造成 很多家庭问题 或者他本身是有很多家庭问题的 他离开这个感情之后 他就去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国家发展了 因为他要看有什么 其他的合作的可能性 他有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前任的关系 他有一段时间很抗拒谈恋爱 然后他把他的心给封闭起来 他很担心就是再次遇到了 一个不太好的人 可是他愿意就是 因为他看到或者就是他觉得 他还是向往 就是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这个是想要结婚的 可是由于就是有一些前任的创伤 受到前任狠狠的伤害 所以他蛮纠结的 因为他很向往 因为他就是经历过 他有看到身边的人 有很幸福的婚姻 所以他向往 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幸福的婚姻 会不会落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对他的前任深深的伤害 所以他有一些挫败感或者恐惧感 更多是恐惧感跟害怕 他对于他们有些人可能有一些 对于女人有一种恐惧症这样子 有一部分不是讲每个人 或者恐难症的一个状况 可是见到你他觉得 你让他改变了这个想法 可是先从朋友开始做起 然后他会进一步的喜欢你之后 才会追求你 我们看一下 他们是在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 然后想要 想要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控制欲 有一点强烂 就想要把你 站为己有这样子 他们是有一点傲骂 或者骄傲的某一个人 可是对你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 非常尊敬你 你要怎么样他都会想要尊敬你 因为他在之前的感情当中 频频受到不尊敬的对待 所以他对你是非常尊敬的 他是一个非常注视 非常专注于他的事业的一个人 他讨厌谁 我看一下他讨厌谁 近期他可能遇到一些非常讨人厌的事情吧 因为他可能近期需要搬家 还是搬迁 还是他的家人有极大的变动 对他觉得蛮痛苦的 近期可能遇到一些事情 可是他常常都会给他人 或者给你非常好的一些建议 可以听一下 他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呢 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 amazing的人 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他觉得就是很欣赏你 可是他有一些遗憾 因为他不知道他之前或者在将来遇到你的时候 他是不是做了一些很 很 很越举的东西 他可能紧张还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对你的感受有 有一点难以附和 因为太深到他有点难以附和 因为他没有想到有一个人会跟他有这么多的共同点 共同点可能是你是不是也一样跟他一样被前人深深伤害过 还是就是你们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共同点 其中之一 好 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人 跟你聊着聊着觉得就是 好像有聊不完的话题 可是由于就是他第一次见到你 或者前几次见到你 他没有办法想象或者感受就是对你有这么强的吸引力 所以他有一阵子会想要避开你了 就是没有那么的主动 可是后来他很主动的 这里讲模样座、狮子座跟摩羯座 很主动的在问你的家庭背景 想要接近你的家人什么的 可能是真正交往之后 哇好主动 刚开始他会 他会害怕 然后你会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 他是不是跟我之间有一些距离感 那时候他会意识到为什么你离开 可是后来他就会想说就是 为什么你会离开是我的问题吗 为什么 然后他会沮丧一阵子 会开始想你 然后会开始主动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他的意图是很纯能 他想要跟你讲 好我们看一下 他跟你聊天的这整个过程呢 他觉得就是你把他最好的一面带出来 所以让他对于可能过后对于这一点呢 让他对感情有更多的自信 然后哇哦他觉得哇哦这是 哦原来这就是真的真爱的感觉 他没想到真爱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可能之前在一个不好的感情当中 所以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真爱是这样子的 当他看你的眼睛的时候呢 他觉得全世界都停止了 然后他也忘记他自己到底在哪里 所以对你对他是有很深的吸引力的 你的眼睛好像一个宇宙的无底洞这样子 深深的吸引他 然后他记得就是 他回想就是第一次跟你碰面就好像昨天这样子 他恨不得又可以再次见到你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突然之间好像对他不感兴趣啊 或者讲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空没有办法见你 他会很很很失落咯 为什么你你是在避开我吗 可是刚开始你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是很喜欢你 还是跟你一直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感 他这个人是刚开始是有距离感的 刚开始做朋友觉得他很很很容易很聊得来 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可是当他意识到对你的感受很深的时候 他会一阵子搞消失 或者也不是搞消失 一阵子就是比较少回复你 或者就是跟你讲话 站在你旁边会有一种距离这样子 然后你会觉得我们不是朋友嘛 为什么你跟我之间有一个这样的距离感 过后呢你就好吧 你如果真的对我 就是我们我不知道我错了什么 当朋友你我觉得如果 你觉得让你不舒服 OK那我就没有这么时常联络你了 然后 有点少一点联络他 后来发现到 后来他发现到就是 你怎么跟我之间有一些距离感 过后就是他会 试图的想要接近你 以为他 有自我反省 他觉得你们两个是 你加他等于power couple 就是最强最强情侣 他常常都会梦到你 这代表就是他真的很执着于你 我是觉得好像真的完全就是着了迷这样子 好这里讲说他很喜欢你的笑声 他很喜欢你的笑声 然后你又你的笑声会让他觉得你笑的时候他也会跟你一起笑 然后觉得就是他又回到他小时候像小孩子的那个时候 所以他觉得好像你疗愈了他这样子 他很喜欢他很爱就是你们两个人有很深的 很深的话题可以聊 然后你也打开了他的想法 所以他很喜欢 好我们继续看 这是我的爱我排卡 我们看一下就是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信息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购买我的爱我排卡 我现在在清货 如果你们要帮忙一下帮我清货 我最后的那几张你可以帮我清货的话 帮忙一下这里有大减价 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你可以去下订单 好我们看一下咯 好放下你烦躁的情绪 烦躁的情绪是讲说他自己 因为他对你有很深的这种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这么的 你这么的吸引他 然后不要歧视自己 他可能对自己不够自信吧 接受你的全部 不知道是他对自己讲说你不要歧视自己 得接受他自己全部 自己的全部还是他对你 他鼓励你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然后学习观察大自然 你的智慧会有所增长可能你们是去一个公园还是大自然的地方 是你们将来的约会地点还是已经约会的一个地点 好 释放你心中的逆注感 那对啊他在审视他自己就是为什么你突然之间跟我有一点距离感呢 他有在反思过后他会有后续的行动啦 好像这个占卜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咯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1号的朋友们 选择1号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有谁真的很想跟你说话 什么样的桃花然后是疯狂的人吗还是比较正常一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上升 九宫 水瓶座 土星 一宫 你会跟这个人 他这个人跟你 想要跟你讲话这个人啊他是你认识的某一个人 或者在将来会认识的某一个人 你们 见面的方式就是面对面见面的 不是那种线上见面的是线下的真的是面对面见面的那种 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很有可能上升跟医工可以代表 可能运动啊健身房啊之类的 你们或者也是透过就是可能你们碰面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你们的想法里里面 哲学 或者你们对于事情的看法还蛮一致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想要继续的跟你聊 当然这里我们也看到 九宫可以代表可能你的灵性 灵修上面宗教上面有同样的信仰 或者可以代表你在大学的时候跟这个人 碰面所以他是你大学同学 所以想要不断的跟你聊 或者这个人是跟你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城镇旅行的时候或者你出国的时候遇到的某一个人 水瓶座可以代表就是 你们 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聊 所以变成就是话题很精彩 要么就是呢 你们有自己的 理想 应该讲说有自己的理念 理性的理念可是又很特别很独特很前卫 可以代表跟人权有关跟科技有关跟 新 占星有关跟未来有关 可能跟 一些前卫的东西吧 前卫的科技吗 前卫的发展 这种 就是 平常 人不会聊的话题 土星可以代表就是 一些非常可能聊的话题也非常深入 可以代表 之前的血汗经历的一些比较困难 自己的困境 然后 怎么克服自己的困境 然后聊自己 人生规划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聊的东西很深 就是有自己的这种纪律 做事情中规中矩 可是 得来不易的东西 这一路走来很辛苦 可是最后坚持下来会有不错的成果的一个 这整个 整个 人生的一个走向 你们聊得蛮深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聊 所以这个人很想跟你聊天 好我们继续看 想跟你聊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小孩可以代表就是可能是你的 同学 大学同学 好这里呢我是看到就是这里也可以代表 工作 烦恼 你们的聊天过程呢我看到就是可能有一些新的工作烦恼 所以呢你才会跟这个人聊天 聊了之后可能会 变成演变成一个感情 这里没有讲说百分之百会演变成一个感情 可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变成一个感情 如果你单身的话 因为今天这个占谱是给单身的朋友们 OK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跟他聊聊聊聊了之后 一直聊就是我这个事业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我卡了很久然后可能是聊感受啊可能是聊 挫败感啊可能是聊 一些阻碍 所以是在聊一些非常严肃的 事业金钱话题 你希望可以透过就是这个新的聊天跟新的 交流 可以有一些新的 新的 新的论点或者新的突破 可能 这个人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又或者这个人需要你的帮助所以你们在聊 因为你们想要找到某一个方向或者他要找到某一个方向来解决他的这个事业或金钱问题 对你们会聊一些跟钱有关的东西这里已经蛮明显了 你们聊聊天 代表就是可能有些经济困难经济经济问题或经济纠纷 所以聊得蛮深的 这个是在公共场所 公共场合你会跟这个人碰面然后聊一些 可能事业走向职业走向 之类的 他觉得你也是一个蛮幽默的一个人 他觉得就是他还还蛮嫉妒就是你 很有幽默感然后 常常让他很想笑 你的聊天内容还蛮好笑的 他希望可以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 可是你好像比较有这种 自带幽默感还是你讲话也不知道 很 很会动人家笑 所以他觉得就是他也想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 他没有表达出来 他默默的欣赏你在这一点 然后他 跟你聊的时候他想要更加的 认识你跟了解你了 所以 可能你们甚至聊一些家庭问题呀 或者 聊一些信任跟别人不信任的问题呀 所以他们 你们聊很深 我就觉得你们好像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对象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对你是有一定的依赖性 因为你是可以聊心事的 这个人是你可以聊心事的某一个人 看一下塔罗牌卡 对他 要么他暗恋你 要么就是很明显他喜欢你 因为我们这里有圣辈国王 他真的很喜欢你 其实很喜欢跟你聊天啊 这里我看到他 他其实是真的在感情方面在爱情方面是非常的喜欢你 也很喜欢跟你聊天 因为总觉得就是你可以帮他疗伤 痊愈他疗愈他的这个 问题跟状况 相同的你们也可能是从他的身上也感受到 他们 对你的在乎 可是你没有想到或者你们已经知道 他其实想要更多 他想要跟你发生性关系 这里我是看到魔鬼的牌卡 OK 他想要更多 只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而已啦 OK 截止的牌卡代表他在截止他自己 在约束他自己 不要这么明显 可是他有在想象啦 他有在想象啦 他不敢表达他的感受现在 因为他怕就是你会背叛他 或者你会 拒绝他 因为他有点担忧就是如果我们 从聊天 好友变成 或者闺蜜变成 一个交往对象 你知道我很多的秘密 我也知道你很多的秘密 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 我们分手之后 会不会 你将来会背叛我 还是你有这种担忧也说不定啦 因为他 你们两个握有彼此很多的秘密喔 因为你们聊得很深喔 所以他有这种担忧 对 他很担心就是你很有可能会把他的事情给躲出去 可能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就是关于他的事情 所以他只想不敢做 他只想不敢做 对 战车跟骑士 这个钱币骑士逆围就代表他只想不敢做 没有行动 可是他会继续的跟你当闺蜜跟聊天 他很想见你 他很暗恋你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这里讲说爱可以永远维持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算我们是友谊 可是他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 他一直在想你 想你想很多的那种 然后 他跟你之间他觉得有很强烈的一个 关系在的 你对他有很强烈的吸引力我看到 他也觉得你是个非常有才的一个人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 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就是 但是 他的感情 他对你的感情真的会越陷越深 他现在有一种恐慌的一个阶段 他不要只当朋友 他也很害怕你拒绝他 如果 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 可能 你需要去安抚他 然后 然后 可能你们就从朋友变成亲人 他讲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 照顾你一辈子的 如果你愿意 就怕你不愿意 他需要痊愈一下 如果他知道就是你拒绝他 他如果你曾经拒绝过他 他还在疗伤当中 他很害怕你就会拒绝他 还是你之前有跟其他人交往过 然后最后没有选择他 也有可能 就算你没有直接拒绝他 这也是一种拒绝的 另类的拒绝方法 我们看一下就是 还有什么其他的 其他的拍卡 他想要跟你讲 在我心里面 在我脑袋里面 我想的 感受的都是你 他讲说你不知道你真的非常漂亮 到我每次在你面前的时候 我会 有一点没办法 我就被僵在那一边 因为害怕就是我自己呢 会变成一个 跳梁的小丑 他很担心他在你面前出球 你知道吗 当我看你的眼睛的时候 我觉得全世界好像停止了 我忘记我到底在哪里了 这是他想跟你讲的话 他也觉得你内 内在的智慧 非常具有吸引力 而 他发现到你内在的智慧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可以跟你深聊的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探索到你内在的智慧 因为要聊得够深 才能有这样的一个 领悟 他想要跟你讲就是你每次提醒我的一些事情 应该讲说有很多东西让我提醒到你 好疯哦 他好像去到每一个地方呢 每个地方有一些东西都会 他会联想到你 他很感激就是他遇到了你 有时候他不知道 就是你们那个关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你这个人是真的假的 他无法相信 他觉得就是每次跟你在一起 好像就是我在家的那种感觉 或者你像家人的那种感觉 你让他感觉到就是他好像可以在你面前当一个小孩 就是不需要 搬一个大人的一个 面具 戴着一个大人的面具 然后他常常都会梦到你 谢谢你教会我真爱到底是什么 不管你到底爱不爱他 他对你的爱非常深 所以 这个人是对你是真的是真爱 OK 好我们看一下爱我牌卡 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话要跟你说 我像我这个爱我牌卡呢 现在在大剪辑 因为我要清货 如果你们可以帮帮忙把剩下的牌卡清掉的话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 OK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以下 的这个说明框框里面 购买我的爱我牌卡 我们接下来看 释放你心中的内住感 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讲的说就是不管你到底爱不爱我 不要感到内疚 因为爱你 是我的一种 表达的方式 或者一种我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跟你之间 有这么深的友谊 他其实很珍惜 然后他想跟你讲就是有时候 你要对一些事情要负责任 可能是在跟你的事业或者你的 家庭问题什么的 你跟他分享心事 他想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而不是一直依附于别人 学习观察大自然 你的智慧会有所增长 不要歧视你自己 他有一种鼓励你 就是不要看不起你自己 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很多的优点 然后不要批评你自己 但是他想对你说的话 想要起你真正的自己是谁 你害怕什么 释放你的恐惧 他比较想跟你讲的是 你在你工作当中遇到的什么 让你感到担忧或害怕的东西 他叫你去克服它 然后要对这件事情负起责任 因为 这件事情得由你自己亲自去完成 或者自己去解决 你并不迷惑往内心里面看 然后你创造了自己的天堂 你也创造自己的地狱 他讲说就是全部的事情 这个东西这个方向是你可以掌控的 只是你要 负起 一大部分的责任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跟大家聊了什么 可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 聊天过程 聊天过程 就是在讲心事 但是这种 鼓励的方式 因为我希望这个账布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选择4号的朋友们 选择4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谁 真的很想跟你聊天 然后是个疯狂的人吗 还是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4号的朋友们 二宫 太阳 十二宫 七宫 海王星 这个人呢他其实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跟你聊一些钱钱钱的东西啦就是比较物质的东西 就是可能你在跟他聊一些你的你的金钱状况 他是你的 你的这个financial advisor还是怎么样的还是你的这个 卖保险的人 我不知道 还是就是你在跟他聊一些物质的东西 我感觉到你刚开始跟这个人 接触只不过是商业接触 商业接触 他好像在卖你东西还是直销什么之类的 太阳是代表就是他好像非常积极的在 他会在跟你聊一些钱的东西 然后十二宫是代表就是 潜意识当中吧 潜意识当中他觉得你是一个他梦幻的一个对象 所以你不知道其实这个人在服务你 你觉得是公事公办 他在卖你东西还是在管你的财务 过后你不知道这个人其实暗恋你 还是他在卖你一个产品什么之类的 我这里讲说就是你是他人 你不知道你是他人的 梦幻情人或者 结婚对象 他有在幻想就是要跟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OK可能是个陌生人 恶功代表就是跟 钱或价值观有关 或者 我不知道 好像跟你不是很熟的一个人可以我们继续看一下 人际关系 又是钱 对啊这里 这个人就是在跟你 跟你讲一些工作的东西工作也可能是真的是聊到钱 OK 跟你聊一些工作上的东西呀有很多的竞争力呀什么的 然后想要探索就是你 你背后的那种 潜意识是什么 这样子他才能卖你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这很不浪漫啦 我 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人要卖我东西 这个人按钮我我应该是不会接受他 因为这是 你们的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你们觉得很浪漫有人卖你产品 然后你觉得 这个直销人员其实还蛮帅的还是就是 他在帮你经营那个银行的人在经营你的钱 然后你觉得他很有魅力然后你跟他有进步的发展我不知道 总之就是有跟他的工作有关你跟他碰面 还是 生意上面在聊钱还是在聊投资相关的东西 他要投资你的生意还是你要投资他的生意什么之类的 然后聊着聊着聊着觉得就是 这个人爱上你他 丹念你什么丹念你还是干嘛的 欣赏你 所以这里假如就是一个一个 可能是社交媒体啊 还是就是个人多的一个活动啊 12的牌卡通常直销卖你的 讲的话都不是真的 为了要卖你东西 可能就是 在探索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因为太多人 太多人想要卖 可能他的同事还是谁 我的牙又有点开始痛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人 你要小心这个人 如果是正面的人的话 就比较正能量的人 他很有可能就是只是想卖你东西 直销的一个人 然后 想要跟你 想要跟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是我担心的就是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诈骗 集团 或者诈骗的一个人 一个骗子 爱情骗子 你需要小心 对我刚才没有看到 因为海王星跟恶宫 可以代表 消失的钱 你需要小心 这有一个诈骗的一个 骗感情或者骗钱 还是因为钱所以 爱上你 我不知道 为了就是一个工作 还是在商量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爱上你 我看一下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他们是一个控制于很强的一个人 可是在你的身边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他觉得你好像就是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吸引来 他目前为止正在经历某一些东西 然后想要跟你有进一步 想要接近你 进一步的发展 他很喜欢很爱就是花时间陪伴你 然后讲了 他跟他身边的人讲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然后把你说得很好 可是你们之间好像有一些不健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看一下是什么 我的塔罗牌在哪里 这边 他是一个 承重很多 负担的一个人 或者有很多压力他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可是不管怎么样他对于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他还是想要尝试 想要就是 努力一下 想要主动一点 要小心就是他会很快想要跟你发生性关系 或者想要有一个热情的感情 或者他会 突然之间 让你就是有一种爱情轰炸你的那种感觉 让你love bomb你 懂我意思吗 就是突然之间想要跟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是 你们需要节制 这里讲说就是需要平衡一下 需要缓解一下 不要这么快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还有可能你跳 跳进这个坑你就跳不出来了 这个人有点不太好 我是觉得 女技师的牌卡代表 你可以有自己的直觉去判断 就是这个人到底是是不是好 透过什么呢 透过你身边的人到底 你知不支持 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的身边的人支持的话 OK没问题 就怕担心就是 身边的人不支持 身边的人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对象 是一个渣男或渣女或者 实际上是一个骗子 或者就是他 不能给你你想要的一个稳定的感情 你身边的人很担心 对你身边的人 可能如果你不听你身边的人 建议你 给你的建议的话 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会选择不听不看 所以这个你需要自己 可能他们甚至有一些人会跟你吵架到 不想跟你继续聊下去了 所以你们需要留意一下 就是这个 对象 这个很想跟你讲话的人 你们近期需要小心 可能 几个月三到六个月需要小心 就是如果你们要谈恋爱的话 接近你们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的一个人 需要小心一点 OK当然这个诈谱只是用来当参考 也只是让你提醒一下 可能你身边有一些烂桃花 OK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他会跟你讲就是呢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对你的感情很深 难以复合 然后他会给你很多 很多的一个 很多的示爱 然后他觉得就是 哇到我自己有点 不知所措 有点混乱 或者就全部的 一首歌全部的歌都让我想起你 还是这首歌我经过了想起你 就讲的话很甜 然后如果你不 理他的话他会讲说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为什么不回复我 你为什么离开了 他常常讲说哇你有这样的优点好想变成像你这样的人 然后 他讲说就是你 我常常都在想你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常常都想联络你 你一直在我的 我的脑袋里面 然后当你要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他又跟你讲说就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的这个情感可能我现在目前为止 情感上面可能还没准备好 你是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现在还在 在乎我之前的前任的关系 所以 我喜欢你很久了只是我还 还没准备好 他会跟你讲就是他的心里面跟想法里面都是你 然后跟你在一起好像有家的感觉 你内在的 智慧或者你的想法 很有吸引力 他非常认同你 你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在你面前 我有一点 不知所措 然后害怕就是我可能在你面前犯错 我看你的眼睛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好像忘记全世界了 然后停止了呼吸 我看到 花的时候我会想到你 我想象我们之间的未来 可是当你真正想要跟他碰面的时候 或进一步的发展 他会讲说我还没准备好 OK 他讲说我会为了我们 会努力的经营我们的财富 一起 然后 你所做的全部的东西我都为你感到骄傲 谢谢你就是给我一点时间去疗伤 谢谢你给我 很多的耐心 他会 想要哄你 有点不真实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 宇宙有什么信息想要告诉你 我这个牌卡呢是我 我自己设计的牌卡 我现在想要清货 剩下那几张牌卡 如果你们要帮忙的话 你们也可以帮我一下 就是帮我清货 现在有大解架 所以我们大折扣 你们可以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下底单 OK我们看一下你并不比任何人高一等 你是平等的 不要把他 看成高高在上也不要看扁他 就是平等的看待这件事情 可能你可以理性的看待 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真实的对待自己当个真实的人 放下你的自尊心 然后感激你所拥有的 学习观察大自然你的智慧会有所增长 然后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释放你心中的内疚感 花时间沉浸在大自然中 你会释放你消极的态度跟负面的情绪 尊重你的真相 打坐观察你的想法和情绪 先别阻止这些思绪在你脑海流动 然后放下这些负面的想法 谁近期想要跟你聊天 我是觉得一个不太好的对象 或者一个诈骗 所以你们需要非常小心 当然这个账卜只是建议你 就是近期会遇到一些不太 好的骗子 OK这个只是一个 一个一个建议而已 提醒 好我希望这个账卜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我们下个星期 下个直播 我近期会有一个 这个月10月份会有两个 直播 给你们记得收看 因为直播我们在直播上面如果你们有想要建议的占卜 我通常会选第1个 建议的主题 所以你们可以就是我们通常直播 是在 晚上9点 是在 晚上9点了 OK 我们明天还有一个直播 因为今天 这个 占卜呢 对我们明天9点有一个直播 如果你们 不要错过的话 我们明天见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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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